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D的小江老师 我們今天竟然要來開 PEG版全能攻擊自由鋼彈的超前開箱 真的假的啦 我們這個頻道也有超前開箱可以拍喔 你以為我們這個頻道快要20萬訂閱 廠商都不寄試作品給我們的嗎 我們好像還真的沒收到過 我跟你講 有人規定試作品一定要廠商寄來嗎 我們的試作品就由我們自己來試作 超前開箱自己的試作品 來 這什麼老玩意啊 PEG攻擊自由 之前開箱大家有看過對不對 就給你們看看 不一樣 來來來來 給你們聞箱一下 我怎麼還說看不太懂 看不太懂對不對 等等你就懂了 各位你們看到的呢 這個是PEG攻擊鋼彈的骨架 因為全能攻擊自由鋼彈 它在外觀上正面 只有一些小地方不一樣 所以在PEG版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改造 然後把它做的跟設定稿一樣 可是呢最難的部分是什麼 是背包 所以我們今天就針對骨架的部分 先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因為大家比較少機會看到這個內構 然後還有介紹一下這個 我們目前已經試作到一半次 越後面越精彩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們頻道 先趕快訂閱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這個骨架的部分吧 首先呢大家看到這個PEG 真是沒話說 這個眼睛已經幫你做了分色 透明件 跟黑色 然後這個嘴巴這裡 有沒有打開就有這種散熱的機構 還有這個側面啊 這些散熱的葉片 都看得到 再來 它的這個骨架 輪廓也做得很漂亮 然後上面也有很多的細節 那我們可以想像這些東西呢 是一些電子元件啊 是一些機構 都是有作用的 雖然我們不知道 它具體的作用到底是什麼 那你看我們很認真喔 這裡還做了無縫 因為到時候我們的骨架 是要露出來給大家看的 就是我一直覺得啊 這個PEG內構這麼漂亮 但是大家都沒有機會好好看它 所以這一集 我真的要好好介紹一下 那你們看喔 它這個身體曲外的部分 駕駛艙就在這個洞裡面 有沒有看到駕駛員 黃大盒 這蠻酷的 它就是這樣拉出來 然後就做進去 這裡啊 這骨架你看不到 可是它就幫你做刻線 幫你做這個細節 連這個背面啊 都幫你做了很多這種 鋼骨熱條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有時間 這兩種金色做 做分色的話 應該會很精彩 不要講一講自己笑 因為應該不會有人做這種事情吧 但是我跟你講喔 以前我們在幫人家代工PG 真的有做到內部分色 我已經找到那個 以前我們幫他代工PG版GP01的那個客人 他說要借我們開箱 二十幾歲幫人家代工的 你代工的喔 對 PG版GP01 我聽你講三年 我終於第一次 有機會可以看到你的代工作品 我好興奮喔 因為他有訂閱我們頻道 然後他在留言 然後我說可以跟你借嗎 他說可以 他人在國外 可能請他家人幫忙 我聽到超高興的 我真的很希望去趕快抱回來 你看我雞皮疙瘩都跳起來 我們這麼喜歡機器人的原因 就是它有很多這種性感的結構 你看這個油耀桿 在作動的時候 哇 你看 而且它有一個很性感的聲音喔 有沒有 這種非常舒服的阻尼的聲音 哇 這個肩膀的地方 它本來有兩種金色 我們把它退掉 我們要自己噴 咻 連動這裡也翹起來 這邊做裂甲 裂甲裡面有細節 很超讚 再來你們看這個手部細節 滿滿滿 然後它的可動 哇 太棒了吧 那你看這個 這才是PG嘛 無止可動 有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PG應該有的規格 超棒 再來我們看到它的這個奇餘炮 你看同時是泡同時是噴嘴 同時有動力系統同時可以進攻 那它的原理是怎麼樣的 這裡就是它蓄集能量的地方 然後等能量蓄集夠的時候 它就會從這裡把能量傳輸到這裡 然後從這裡發射 然後後半部 因為它的能量在開炮的時候會有後座力 它就把後座力吸收變成它的動能 然後經過這個系統轉換成排氣 不愧是機電整合研究所博士班的學生 它的裙甲畢竟也是有一些機械元件 有一些動力 有一些儲存能量的地方 它背面這邊就做得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這裡會被前面的裝甲給蓋住 如果這裡都塞滿細節是滿得多好 然後這個大腿的部分也是非常迷人 這PG最棒就是這樣 你看它是裝甲連動 而且動完一層 你還看得到裡面這一層還有其他的結構 然後這個零件 你看我們都打磨過了 打磨得非常漂亮 就代表我們早晚要幫它上色 接下來我們看小腿跟腳踝 還有腳掌 你看喔 哇塞 你看是不是很爽 有那個極輪感 從這個面具欣賞的話 它有外露出來的這種地方 它就給你一個非常帥氣的機構元件 然後如果完全沒有外露的 它可能就給你平一點 但是有可能出來一點點的 它如果幫你做造型設計 這真的太用心了 這腳底板也是滿滿的細節 好看完這個帥氣的骨架解說 我現在先裝起來 讓大家看一下 它只有單純骨架的時候就有多帥 再用來看看 然後再用來看看 再用來看看 再用來看看 一號知名的 跟你們可以借一些 解釋 online 有無論壇 不論壇 我們這次不知道 也無論壇 是 有意義的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好 欣赏完帅切骨架 大家一定会想说 哇 那这个翅膀要怎么办呢 因为它的龙肌兵系统已经毁灭了 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把这个翅膀画出来 首先呢 我们要先上网 找很多这个MV的这个资料 然后我们把这些素材都收集在一起 先确定这个翅膀的形状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长这个样子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图丢进来 抓一下这个比例 先把它大致的轮廓画出来 那这个轮廓画完以后呢 我们在软体里面先模拟 它的可动机构会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确定在软体里面那种干涉 都没有问题可以动以后呢 最后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个翅膀到底会多大片 我们只好把它送进去软体 然后再去做一个列印的图档 跟真实零件的比对 才可以完成这样子翅膀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这次呢是先做半边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先做半边吗 因为如果你错了要调整 你只要调半边 如果你对了 你只要去复制另外一侧 这样可以节省我们很多开发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图好不容易全部画完了 也拆了很多很多的零件 那我们现在就来架支撑 那这个支撑架的好不好呢 将会决定你列印的这个品质 所以我们大概都会抓一下这个方向 看这个支撑要架多少个 那这个支撑档案设定好以后呢 我们就来准备 Forsen Sonic Mighty Rebel这个机台 作为这次主要列印的机体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列印吧 给点击复材的机体 出来一张 卡猛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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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弄一炸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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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游滴 大游滴 黄色 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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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芝麻 hoo 哇賽 我真的第一秒就可以請雞品合台 egent明天真的沒有想到 我們比O Bewegung還快 我們比 Alexinha還快 我們比 Compass還快 有沒有 超越全球 領先宇宙 馬上我就要開著它出發了 好啦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比例跟這個細節 那現在整體看起來 我感覺是 還不錯喔 這個大小 如果我們想要 暴走一點就可以再大片一點 所以我覺得太大片喔 那個自然應該會垂到底 嗯其實這樣子蠻剛好的 尤其是到時候還有其他片 那我們當時在設計這個圖面的時候 多少齁我們這個尺寸 有可能會做好誤差 那我們只要透過這個超越坡刀啊 寬刀稍微修一下 我們看 這緊實的咧 裝下去 怎麼樣都不會掉 你看 透過這樣科技的輔助 我們真的可以做到 很久以前我們想都不敢想的事 真的就是 你現在想做什麼 想得到就做得到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它的列印品質吧 我先跟各位說一下 這一次所有的這些列印件 我都是用這一台 Sonic Mighty Rebo 印出來的 首先就是這些設計非常精密的 這些小金翼 你看它上面 我們做了很多這種 類似膠板堆疊 磕線 短磕線 還有不同的層次 這麼複雜的東西呢 它印出來 我覺得幾乎不太用修耶 真的我們紗布拋一下直接上色 當樣品喔 真的是綽綽有餘 再來呢我們來看這個 比較大片的部分 以往這種平面呢 一定會有非常多很明顯的成紋 想不到啊 現在的科技實在是 太讓我震驚了 這個東西 只要簡單的拋一下 真的是可以直接上色耶 然後這些細節 你看沒有個地方糊掉 比你手工翻的GK 都還工整耶 節目最後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 假設你不會畫圖 你可以去買圖褲 練習列印 然後它圖褲底面 說明就有你需要的檔案 但是呢 就算你會畫圖 你們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架支撐的重要性 因為 你支撐的架法不同 你列印的這個時間也會不同 列印出來的品質也會不同 例如說這些成紋怎麼樣印 會最低 它有一個經驗法則 那這個只能透過 大家真的 去下載 去列印 去練習 印個幾次 你就知道怎麼樣印 可以印的比較平整 當然呢 如果你搭配了這個hyperfy這個數字 可以列印出來的品質 又會更好 這個都是一環扣一環的 所以你們買了這樣的東西 它就跟噴筆一樣 你要去熟練它去練習它 你才可以把它發揮到最極致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是回到這個 PEG攻擊自由 24開發的計畫 再做一個解說 那像這個金色的小金翼啊 我們現在設計起來 看起來已經覺得很棒了 就不用再做調整 但是如果我們要做分色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考慮 怎麼拆件 到時候上色會比較方便 我們就可以注意跳色 那另外呢 就是其他的這些翅膀 我們就可以陸續的把它 規劃印出來 那第一集 我們就還是先確認 這件事的可行性 如果這個最難的背包 我們都可以進行的話 那後面就是一些比較簡單的手動改造 例如說這個光束鍵放的位置啊 例如說一些肩膀的造型啊 頭部這個天線開槍 這回合我們就改過了嘛 根本就是 A piece of cake 有如蛋糕一片 好啦那 這一集的節目就到這邊 如果你希望我們繼續把這個企劃 完整的執行下去 請訂閱關注我們的頻道 然後留言鼓勵一下我們 不然我們這樣 坐著鑰匙 上個禮拜做的事情 而且現在就被洗掉了 就跟沒事發生一樣 那這個禮拜又坐著鑰匙 然後又被罵我都在發薄 這我硬的咧 我按下print的咧 我洗的咧 我有用酒精洗的咧 我也是有點作用的好嗎 好不好 好 大家掰掰 下次見啦 阿智 阿智 你出來一下 你出來一下 你看你看 這超帥的 這是什麼 全能攻擊之有24新的翅膀 新的背包 而且你看喔 它裝上去 這尺寸你看 手放開可以直接卡住耶 太短了 那這翅膀變得有點短 你會覺得嗎 你看那個HG官方圖啊 它那個展開沒 我覺得可以這樣 再誇張一點 既然阿智說太短 我就給它弄長一點 你看有球逼 弄長一點你要上色喔 沒有 你真的怎麼這樣啦 你會試試看 你這樣說 那麼簡單 你走了 這就沒有 你吃吧 你吃吧 我吃吧 你吃吧 你來吃吧